Hello,大家好,我是阿强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小小小小稳定器 来自思维的SVPE 是的,这就是大家常听说那款三脚架的思维 刚听到时我也是大吃一惊 瘦弱的身躯在风中抖了 思维的产品从三脚架到镜头再到稳定器 这不就是常说的走出舒适区吗 走出舒适区,思意行难 听着简单,坐着难 我让阿珍去洗碗 他很舒适的躺在沙发上看电视 再让他去洗碗 从听到到行动,他全身都很看拒 谁愿意啊 阿珍 说说而已 大家知道有多难了吧 所以从策略上来讲,还得给思维点赞 今年的稳定器可以说是紧喷的一年 一句话下一年继续用 但思维这款小稳定器,性能如何 还是得实话实说 现在来看一下这款稳定器的优缺点 自重830克,承重900克 我最常用来装N50加1122镜头 重量大概600克 用于记录尘茂拍摄时候的一些花絮 现在给大家展示一下它的模式 TL模式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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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些都是稳定器标配的功能 我们看一下用它来拍的一些日常片段吧 TL模式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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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刚才讲了跳出舒适区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 所以它也缺少了一些功能 例如自拍模式 这个对Vlog来说也是比较重要的一个 例如横滚模式 也是没有的 三轴的机械锁定也是没有的 但整体来说还是比较小巧轻松 因为功能比其他稳定器有缺失 所以它的价格也会比一般的更要便宜一些 比996多3块钱 比985多14块钱 自带屏幕这些标配它也是有的 整体使用下来还是很顺手的 适合日常记录还有花絮记录的小稳定器 我们也期待思瑞像做三脚架那样 做出更好更多的稳定器吧 这期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观看 我是阿强 喜欢的点赞转发分享评论 我们下期见